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謝謝大家 我其實進來應該不滿兩個月才七個星期 所以其實大家叫我常常都會想說要再叫誰 我覺得非常的不習慣 那今天的話呢就是 表定是說我會講大概25分鐘左右的演講 那在這個中間就是大家如果手機可以上網的話 其實有一個網站是可以讓大家提出想提的問題 它叫slido.com 就是slide但是把就是1換成o 然後所以如果有手機或者有名電可以上網的話 可以到slido.com 然後進去之後呢它會讓你輸入一個代碼 那這個代碼就是npu 就是我們這邊嘛對不對npu 那輸入npu之後呢就會看到一個類似 像是facebook或者是一個留言的一個地方 那在上面就可以隨時提出話 比如說我講到某一頁 然後覺得這個我講得不夠清楚 或者是想要多聽一些之類的 都可以直接在上面用匿名的方式提出 我會要這樣子是因為我之前常常在各地就是包含國外啊 然後以及台灣的一些地方演講 我就發現說其實大家就是要當第一個舉手問問題的人呢 通常都是有一些心理壓力 然後呢而且提出來呢通常都是要校長還是教務主任第一個問這樣子 然後問的時候呢可能也不太有學生會願意這個hollow up 然後所以呢就要問第二個問題 那就是那個就是破冰這件事情蠻困難的 然後呢終於有人願意舉手呢 問的問題呢可能又是很客氣 然後又是充滿很恭維的狀況 但是呢因為這個線上slido.com 它這個NPU這個頻道啊 它是匿名的 你願意的話你在這個提供你的名字 可能什麼小名小花都可以 那但是就是其實它是匿名的 那後來我就發現說如果一定要大家用實名指 就是舉手啊然後大家都知道你是誰的話呢 我收到的都是一些很就是很表面的問題啦 那在能夠匿名的時候呢就可以收到很尖銳的 然後這個比較有這個對話的意義的問題 所以就是我剛剛在這個講的這個過程中 以及待會在問答的過程中任何人都可以 那我已經看到有三位朋友上來了 就是有任何朋友這個提出任何問題 我要不然在演講的過程中會可以回答 不然就是在接下來QA的時候也可以回答 那有四年進來 OK 所以那我就先大概就是講一下說 今天大家要講的內容 今天要講的內容其實是這樣子的 就是像剛才就是兩位老師有介紹過的 我自己其實是從大概14歲之後 就沒有在正規的這個學校上課 當然是有去大學有研究所去旁聽 那但絕大部分的這個學習的活動 其實都是在網路上面進行 那在網路上面進行 它其實就是我們叫做一個虛擬事件 我最好的朋友在網路上面常常帶我這個寫程式啊 我們交了20年的朋友 其實可能只有見過兩次面或三次面 那絕大部分的這個溝通都是在網路上面發生 那現在大家當然這個也會到PTT啊 據說在PTT已經是老人才上了 大家都上迪卡或者是這麼更年輕一點的東西這樣子 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一個網路上面的社群 那這個社群其實從很大的角度來看是 改變我們在人際上面的一些關係 跟一些相處的方式 所以我今天也是想跟大家分享說 馬上有23個人出現了 我今天也是想跟大家分享說 所以我自己從大概14歲到今年34、35歲 大概這20年來從網路的社群大概學到了什麼東西 然後也希望他們能夠跟大家討論 那這篇演講就是我跟我的一個 剛剛講的這個20年左右的一個 老朋友Alison Randall一起寫的 那我們一起寫的方式非常的有趣 就是說這個叫做開源 什麼叫開源呢 開源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拋棄掉我們大部分的著作權 有些做開源的人他拋棄掉著作權之後呢 他只保留姓名權 意思就是說有點像我們在寫paper 只要你說這個是你做的 你有給 due credit 你說這個人是做的是誰 然後你用的時候付出出處 那你就可以拿他去做任何事情 那這個就是開源的一個基本的精神 那我呢是更極端一點 我是連姓名權跟肖像權都拋棄掉 所以說我做的東西你說是你做的 我也不會怎麼樣 我也不會告你 因為我的興趣是做新的東西 我的興趣不是去告別人 那所以說我從一開始 就是在進入網路世界的時候 就是用這種就是開放的方式去跟大家合作 那在當年當然是一種比較激進的想法 那但是到現在其實有維基來科以後 其實他就慢慢的習慣說大家一起來編輯一個東西 這樣一個想法 所以呢同樣的這份簡報也是用開源的方法做的 Alice她寫了她的英文版 然後呢我幫她配了圖片 我配圖片的時候呢也沒有問過她 我配的圖片呢也不是我自己拍的 都是在Flickr在這些網路上那邊的平台 有些人自己上傳的照片 然後她就標了一個叫做CC秀券 那CC秀券的意思就是說 我拍了這個照片我是分享給大家 那別人不用問過我就可以拿去用 這樣子的這樣一個想法 那所以說就是這整套的東西都是所有的朋友一起做出來的 然後呢在我們進入這個真正的這個之前呢 馬上就已經有朋友call in了 有一位朋友call in說 這個你14歲的時候創業的資金是從哪裡來的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當時其實我是先是幫一個叫做資訊員的出版社寫書 然後呢當時寫了一本叫做電腦探索的書 然後那本書賣的還不錯 然後呢當時也有幾個一起做作者的人 他非常寫了Word的使用藝術啊 那都是早期1995 96年的事情 所以我們先是一個出版社 當時我還不是股東 然後呢後來呢我們就自己就是想說 從出版社變成軟體公司 然後就說服這個一些就是朋友們來幫忙投資 那當然後來公司就蠻大了 就是除了國內之外intel啊這些公司也有來投資 那所以就是說一開始的資金其實先是我們自己的 千萬好有出的但是很快的就是有國內外的投資人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繼續 在這20年以來我就是在這個進行創作的過程之中 其實我就是發現是說 除了學校在學校有學系 然後可能有就是自己的一些社團這些社群之外 在網路上面所有這些用開源的方式做事情的人 不管是維基百科不管是Flickr不管是這些其他社群 它其實就是很像是在一條一條道路上面 我們一起把這個世界這個做得很好 所以呢不管你對什麼東西有興趣 如果是對文字有興趣 對科學有興趣對什麼有興趣 現在在國際上面都有開放硬體開放學術 開放生物科技所有這些東西其實都有它自己的社群 當你加入那個社群的時候你會發現說 有一群人他們一起在往這一條這個修行的道路這樣子走 為什麼叫修行的道路呢 因為我們透過網路其實是他們除了你用這個講道理之外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影響別人的 因為你也沒有辦法隔著網路達人 你也沒有辦法隔著網路去這個強迫別人做任何事情 那在這個沒有人能夠強迫別人做任何事情這個空間裡面 你唯一說服別人的方式就是分享你的經驗 然後就是用好好講道理的方式來做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可以讓大家不斷地成長的 那當然呢在網路上面最重要的其實就是一個空間 不管是剛剛講到維基百科 或者是如果有寫程式的朋友可能有聽過Github 或者是一些其他線上的這種對話的空間 像Facebook、聊天室、PTT 它都是一個一個的空間 那每一個空間呢其實它就是讓我們有成長的這個環境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它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可是沒有人能夠有全部的這種機能啊 所以你想要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 它是必須要在一個共享空間裡面才能夠長得起來 所以說雖然我們從外面看起來 開源社群可能做了相當多很了不起的事情 像是維基百科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網站之一 但是呢其實重點並不是它做出來是什麼 而是說是大家認識彼此 然後用人的方式來繼續一起做 那當然人們可以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 那在這裡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很常見的一個概念 叫做Flashmob 什麼是Flashmob呢 就是中文好像是翻成快閃 快閃的意思就是說有一群人約好有一段時間 一起去某個地方可能車站或哪裡 然後突然間莫名其妙就開始唱歌 或者是開始跳舞或者之類的 然後呢等到警察來已經走了 所以就是說這是這樣子一種表演藝術的形式 那每一次就是說在網路上面 有這樣子一種活動出現的時候 不管是在實體空間還是網路空間 真正做的可能它只有十個人 但是旁邊圍觀的人 它可能有十倍之多 可能有一百人可能有兩百人 然後呢在外面的人 它其實並不是看到裡面的這些人 它是看到外面圍了一大群人 然後就會說這邊一定有事情 然後一定要要來參加之類的 它就有一個聚眾的一個效果 那這樣子聚眾的效果也就是說 每一個好比像說在維基百科上面 真正要去做編輯的人 可能只有百分之一 絕大部分呢是幫忙挑錯字 幫忙去做一些這個找資料 之類之類的 他們就像外圈的這些人 但是我們絕大部分呢 其實就是期末考的時候去抄一下 那這個呢也是外面這個一大群人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然的話它也這個社群也沒有存在意義 所以外圈的人 這個有一小部分能夠進入內圈 內圈呢一小部分能夠進入最裡面 裡面的核心貢獻者 這個是非常就是一個健康的社群 會做的事情 所以同樣的 我們不管是開發數位媒體 開發內容應用 開發電子商務 開發行銷 所有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結合不同專長的人 那但是就是不要忘記就是說 使用者基本上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不是你跟你的使用者一起開發 如果不是你的使用者 跟你有非常良好的關係的話 其實就是大家閉門造去 那樣子是做不出什麼事情的 所以呢其實這個東西靠在政府上面也是一樣的 我們以前常常說 這個政府是要就是 for the people 就是這個為了人民來做什麼事情 那但是呢我們到了這個時代 就是21世紀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說其實不是for the people 是with the people with the people with the people的意思就是說 跟大家一起去講公共政策應該要怎麼做 然後政府承認說 其實我們也沒有完整的標準的答案 那是要跟大家一起這樣子產生的 如果是政府這樣子做就叫做開放政府 如果你是一個企業或者是公民團體這樣子做 你就是叫做公民參與 用這樣子的方式 才會願意讓外圈的這些人 從可能只是袖手團觀 可能只是看好戲 慢慢慢慢就變成說 他這樣子參與也可以變成一個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說呢 這樣子的概念裡面呢 每一個社群可能是另外一個社群的上游或者是下游 我們這邊做出來的東西可能接下來的下一棒 下一棒就會去做 那但是它不需要整合成同一個社群 它是可以有一個彼此上游下游這個關係 所以呢 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好比像說現在要創業 好比像說你要建立一個網站 好比像說你要開發一個產品 其實如果你已經認識這些開放社群的話 常常就可以發現說 可能是在某一個地方 也許是秘魯 也許是巴西 也許是深圳 也許是巴黎 其實有人已經做了百分之八十的事情 而且他願意把它開放出來 那這個時候呢 你自己就只需要做剩下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的事情 你可以省去非常非常多的這樣子的成分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就是沒有混這個社群的話 就會覺得說那什麼都是要自己從頭做 那自己從頭做其實是非常容易就是 崇高奉升啊 或者是有各種是嘗試錯誤的狀況 所以就是認識這種 願意不斷地開放出來這些 不管是研究團隊 或者是這些 朋友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所以呢 大家就會問 為什麼我們日常工作的時候 大家都是整天用電腦 為什麼下的單子 還是要去做台語言 為什麼大家還是會去微機百科 還是去Instagram上面分享一些照片 還是會去分享自己拍的影片 還是會自己分享很多很多東西 為什麼要花這個得外的行李呢 那有一位我很尊敬的一位朋友 他有來過台灣集資 叫做Clay Shirtin 他有提出這樣子一個概念 他有一個書叫做 鄉民都來了 Here comes everybody 他就是在解釋說 為什麼這個年頭大的社會運動 或者是大的這些事情 常常並不是政治人物號召的 常常就是幾個鄉民 然後在PTT還是在什麼版上面 討論一下莫名其妙只有25萬人去總統中究 這種事情就會突然之間發生 那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快閃的事件 那他的解釋是什麼呢 就是叫做認知影語 Cognitive Surplus 那這個翻證這邊就是說 因應沒問題啊 就是說我沒事做嘛 反正我這個 先制也是先制 我本來就是拍照 可是我發現說我拍照分享出去 大家會按讚啊 大家會願意分享這個照片的其他應用啊 那我的那個樂趣就變成非常非常多 那同樣的我如果是對一個東西做研究 把它分享到我的幾百科上面 那我的樂趣同樣的也是變成十倍 或者是一百倍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就很願意把自己多餘的時間捐出來 去跟別人分享 那這樣子當然就可以接觸到很刺激 很有趣的新的這樣子的技術 那但是呢 這個東西呢 其實它也不只是在我們這個虛擬的實際發生 我們現在也知道說有 好比像說Airbnb 它就是說大家這個自己這個閒著的空位 然後他願意分享出來 然後讓別人就所謂的couch surfing嘛 就是說可能你願意免費的去讓別人住 或者稍微收一點點成本 那反過來你去國外的時候 別人家的沙發也願意讓你住 這樣子 所以說就從本來 每個人一定是擁有什麼東西的這個概念 變成是大家可以分享的這個概念 那這個也是有往路之後 才慢慢發生的事情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就發現是說 其實我們就可以幫到別人的忙 那這個幫忙的這個概念呢 我自己有一個很喜歡的一個想法 是一個哲學家他提出來的 叫做the help principle 就是助人的原理 它的這個概念非常的簡單 那這個哲學家呢 他是當代的一個哲學家 他整天就是去阿富汗啊 去非洲啊 去這些地方 調解他們的種族的紛爭 調解他們轉型正義 中間發生的問題 那他提出來的概念是這樣講的 就是說如果你花一分力氣 可以幫到別人超過一分的忙 可以幫別人超過兩分三分的忙 那你就應該去幫別人 不管他跟你是不是有關係 因為這樣子大家 整個社會的那個效益是增加的 反過來如果你花十分的力氣 你去幫到對方一分的忙 那這樣你就不應該去幫他嗎 你應該是讓更有能力的人去幫他 因為這樣子社會的總效益是解敵的 這是一個叫做效益主義的一個觀點 那在這個觀點呢 我們在網路上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是因為我現在寫了一個東西 如果你要解決我的問題 我把它分享出來 可能是花一分力氣解決了你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你再把所有工具 再推給見點別人 可能就一傳二 二傳四 四傳八 八傳十六 四傳三 雖然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只要第一次的這個分享動作 花一分力氣 可以多解決你1.0001分的問題 這個東西它就會像尺數一樣 突然之間變得越來越多 它就是一個大家共享的comments 就是公有力的這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呢 所以在網路上面呢 我們就叫做助人原則的help principle 所以好比像說 我現在我這份演講 是大家這樣子聽到的 可是我們同時也有拍下來 那拍下來之後呢 明天再好比像說 就是淡水 他們就會放同一份 這樣上演講的錄影 那當時學生可能又會提不同的問題 我又可以有不同的回答之類的 那所以我同樣只花一分力氣 但這個東西因為變成一個開放的教學 所以大家就不只是我能夠跟各個不同地方的朋友們交流 各種不同地方的朋友們看了同一個課程之後 也可以在我的youtube頻道上面 或在網路上的其他地方來交流 好 那當然呢 這個做這個呢 其實當然也不是完全只是做佛心啊 就是說 因為事實上 就是當然我分享了一個東西出去 然後別人就說 欸為了在用 這個非常感謝 大大你好啊啊 什麼之類的 剛剛已經有人這樣子留言了 那這樣子當然我自己心裡也是很爽 就是說社會的成就感沒有錯 那但是呢 這個更重要就是說 不只是我一個人有成就感 我做出一個東西 它可能影響 可能不是台灣的 可能是國外 某個地方的朋友 這個它會變成 它把我的東西拿去 然後做一個額外的研究 然後這個額外的研究呢 它可能對我的東西提出了一些改良 提出了一些東西 它也把它的著作全分享出來 分享出來之後呢 可能也不是很像我 是影響它和別的朋友 那這個別的朋友 他做的東西 我又可以把它合併回來 也就是說 在大家都是開放的這個前提底下 誰都不用問問問誰 然後誰都可以把誰的東西 再往前做一步 再往前做一步 這就像是科學研究一樣 但是這不只是科學研究 而是實際上面 可以發揮功用的這些 城市這些工具 這些創意 它都可以變成 用分散協作的方式去做 那以上看起來都非常正面陽光 充滿了真能量 那但是呢 事實上這個 我們世界上也不是只有真能量 我們在社群裡面呢 其實常常發生的事情 就是說 這個我加入一個社群 可是呢 因為我不是很懂這件事情 可能我就是看起來 這個比較白目嘛 或者是可能問了一些不得體的問題 那但是呢 就很容易就是社群的朋友就說 欸這個你是新警察嗎 還是怎麼樣 就是說 就說這個 這個可能不是很熟悉 這個社群的文化 那但是呢 我們在社群裡面 如果就是 這是一個有點像是 達爾文的那個 就是淘汰的這個原則 你越不歡迎 新手的社群 你到最後就越沒有新手 那新手 他當然是到 對他友善的社群去嘛 那所以說 其實在這個優勝領埃 過程之中 我們現在看到留下來 這些最大的專案 什麼Firefox瀏覽器啊 什麼VPN啊 什麼這些專案 其實每一個都是 對新手很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對新手不好的 都死亡了 他們根本不會留在這邊 跟我們看到 但是這個是 我覺得也是蠻重要的一部分 那所以也就是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認識人 但是呢 我們透過網路認識的人 這就是虛擬世界 跟實體世界 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認識人的東西呢 並不是他的 就是他的長相 或者他的相貌 或者是他的年齡 或者他的性別 或者他這些東西 你隔世網路反正都看不到嘛 我們現在這個常常 上個世紀是很流行說 這個隔世網路沒有人知道 你是一隻狗 那這個世紀呢 這個就是說 隔世網路 隔世物聯網沒有人知道 你是一台電影像 就是說事實上 就是你連對方是不是人類 可能都不知道 他可能是一個機器人 但是呢 你可以認識什麼呢 你可以認識他覺得 什麼是重要的 你可以認識他心理的價值 那人的地位 人的角色 人的所有這些東西都會變 但是你覺得什麼是重要的 就是你的價值的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呢 你透過這樣子去認識別人的結果 就是說 你跟他有比較深厚 比較長久的這個憂鬥 那 所以說呢 後來呢 我參加科研社群一段時間之後 因為我寫了 蠻多的這個貢獻嘛 然後都是拋棄掉著作權 所以就有一陣子 我每天怎麼醒來的時候 都會收到一兩封E-mail的感謝 比如說BBC會寫個信 我們退出了繁體中文版 可是其實他們只有簡體中文版 但是他用了我一個 簡體轉繁體的程式 所以他就說 很謝謝你 但是其實我也 BBC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當時的理解很小 所以我就說 這個世界上 某個地方的人在用我的東西 所以這樣我每天醒來 都充滿了這個正能量 就是說其實這個工作很辛苦啊 或者怎麼樣 我就知道 因為事實上某個角落 有人在我做的作品 這樣我就會一直去 有創造這個方式 那同樣的 我就會說 可是我做的這個簡單轉換 他也是建立在某一個 前人的這個工作上面的 那可能像朱光朱老師 或其他老師 我就會想說 BBC這樣感謝我 我是不是也寫東西 去感謝他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把這個社群 能變成就是 互相之間更有連帶 然後就是 社群的成員之間呢 就可以比較 有讚美跟鼓勵的 這樣子的一個認同感 所以我們以前在 在聊天市場面的時候都是說 某某人家家 那到現在就是有按讚 那現在還有表情符號 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說 除了這個酸之外呢 也讓大家知道說 你做了一些社群這個 感恩的事情 這個東西是會 有人理解的 那這樣子的結果是什麼呢 這樣的結果就是說 你會有各種不同 專長的人 好像說做前端 做後端 做設計 做攝影 做實際的那個 動手做的這個製品 做3D printing 這些人就會開始 彼此認識 彼此認識之後呢 再加起來 就可以做到一個人 做不到的事情 那如果這邊是有 這個資訊科學系列 朋友的話 應該有聽過說 我們目前的 開放的 作業系統裡面 最大的一個 Linux系統 它在桌面的系統 叫做Mubuntu Mubuntu 它其實是一個 非洲的一個字 那非洲這個字 它幾乎是很難翻譯的 它翻成中文的話 它有人翻成 友邦拓 就是朋友幫你拓展 但是呢 我自己是通話 就是翻譯人 那人 人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人跟人之間 它是彼此之間是對的 就是這兩條線是一樣長的 而且我只是這樣 它這個人呢 它是靠彼此之間 彼此互相支撐 才得到的 也就是說 Mubuntu很意思就是說 一個人他如果不是 透過加入一個社群 然後變成一個更好的人的話 一個人他其實自己 是沒有辦法成一個人的 那所以就是為什麼 Mubuntu Linux當時是取這個名字 就是說 我們要結合 各種各樣的各樣的人 那這裡呢 剛剛提到很多專長 都是食物的專長 動手的專長 去做各種各樣的支援專長 在場地裡面 好比像說做一餐好吃的菜 然後呢 我們在黑客松 請大家進來 一起工作一整天 有好吃的東西可以吃這樣子 大家其實過了一個月之後 都只會記得那個菜 不會記得聽過什麼演講 所以這些東西都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事實上嘴炮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真的 你不一定需要真的做出什麼 你只需要這個 看到某一個人 他有某個專長 然後所以這件事情啊 我覺得這個客媽 跟你長得很像 然後那個 跟她稍微說明一下 慢慢慢慢 你看不小心就掉進去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需要 什麼事都自己做 因為事實上也沒有人 是什麼都會的 所以說有的時候 你認識了 比較適合做的 然後慢慢把它丟進去那個裡面 這個事實上是蠻重要的 那當然 可能是點不完的嘛 你掉進去之後 就會發現說 是一種各種各樣不完美的東西 那這件事情 其實是建立在 就是一個溝通和技巧上面的 就是說 當你在覺得說 你現在做什麼東西 有意義有價值之前 你就可以先把那個vision 就是把那個藍圖 把那個願景講出來 也就是說嘴炮了 然後你就把它寫出來 寫出來之後呢 別人就一定會開始說 可是呢這個你這樣子 你根本做不出來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說 那太好了 歡迎你幫忙 有時候你做還比我合適 這樣你就不用自己做了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 用這種協作的方式 讓大家願意去做事情 因為如果反過來 你就自己做 覺得一定要很完美 要做到百分之百 做出來才不丟臉的話 那你做到百分之八九十的時候 至少別人已經在做類似的事情 因為通常你想要解決問題 社會上全球 大家都在解決類似的問題 所以你如果覺得說 好像我一定要拼個兩三年 拼到百分之百 其實大概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四十的東西 早就已經發表了 那這個時候 等到你百分之百出來的時候 事實上呢 第一個 你很難去跟別人去合作 那第二個 也許別人就會覺得說 你是來搶地盤的 還是怎麼樣 就可能傷害到彼此的這個想法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是因為這個人類呢 就有一個很基本的認知的一個 我們叫做認知偏誤 叫做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就是透明度的錯覺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對於自己腦裡發生的事情 所謂的內心小劇場 常常都非常的理解 所以好像我在這邊演講 其實我蠻緊張的 可是呢 我會有一個透明度的錯覺 就是所有人都會看到我多緊張 可是它根本沒有嘛 你們根本看不出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對自己內心小劇場的這個理解 跟外面看到的東西 事實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大家會有一個錯覺 就是說 我可能在Facebook上啊 在Dcard上啊 隨便寫個一百個字 然後別人就會很充分地理解 我目前的心情 事實上根本沒有這種事情 只有你自己在自己 從本理解自己的心情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把事情講清楚這件事情 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把事情講清楚 然後又推定這個 別人一定理解的話 那這樣子呢 就會變成互相 沒有辦法理解這個狀況 也就是說 人類有另外一個認知權物啊 叫做基礎唯一沒有 Basic Assumption 這個Error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是別人做一件事情 然後他做錯一些事情 那通常呢 我們會覺得說 他一定是一個爛人 才會做這些爛事 而不是說 他剛好碰到一個 這個不太好的情況 他是那個情況下 才會做這件事情 可是如果說 我們自己做的話呢 就快相反 我們就會覺得說 我們是限於壓力啊 這個什麼這樣啊 才做這件事情 我們並不是一個爛人 但是呢 其實人是完全一樣的 為什麼對自己跟別人 判斷會不一樣呢 就是剛剛那個透明度的錯覺 在起作用 那所以說 碰到一個技術問題的時候 這種東西 尤其容易發生 你就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 為什麼你沒有做到最好 那這個我覺得這樣子 才是最好 那別人覺得哪樣子 才是最好 然後就很容易抄起來 那抄起來的時候呢 就會像這個 這張圖上面這樣子打起來 那所以說 我們再往基礎唯一路上 我們花了十幾二十年時間 去學習 學習什麼事情呢 就是要怎麼建立一個 Rough Consensus 就是一個粗略的共識 那什麼叫粗略的共識呢 Rough並不是說 很激烈的意思 Rough就是很粗略的意思 這個意思是這樣子的 因為其實 除非只有三四個人 一個小小的團體 你才有可能 每個人都完整的 知道別人哪裡的狀態 你一旦一個房間裡面到六個人到十個人 其實大家就是有一個粗略的看法 其實就夠了 那如果你一定要大家很精細的 覺得說大家一定要 往完全一模一樣的方向走 到最後在網路上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時間最多的人贏 也就是說 別人都還有公布要寫啊 還有家要養啊 還有工作要做啊 那但是就會有某些人時間非常非常多 然後呢就在網路上面花大量時間洗版啊 然後怎麼樣 那到最後一定是他贏嘛 那可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社群也不能叫做有公式 因為就是他眼後邊就不理他了 整個社群都散掉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 在經過長期的血淚教訓之後 就學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大家大概 大概這個方向 不要完全背道而死就可以了 然後去各做各的 也就是說 每一個人就是自己 往自己想要做的方向做 那但是呢 對別的做的做法 是開放的方向 因為有一天 這些分支其實是可以合併的 它不一定都只有A才是百分之百好 B才是百分之百好 很多時候 A跟B折中的時候 是最好的 那當然呢 那些東西是建築在什麼呢 是建築在公開發表進度 這件事情上面 我做了一件事情 馬上在Facebook上面PO 所以像 我的這個演講啊 我所有的主子稿啊 我所有的進了證 之後開的每一場會 都是全部主子這樣打出來 然後在網路上面公佈 那這個事情其實 跟台灣的網話也不太一樣 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說 這樣子好像自吹自擂啊 怎麼樣 但完全不是這樣 因為除此之外 別人沒有辦法知道 這個我到底經過 怎麼樣子的事情 那這就是剛才這邊之前 有幫忙講的嘛 就是說 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那這件事情呢 基本上 如果你覺得說 任何丟臉的東西 都願意放出來 其實我們在網路上面 願意得到別人的答案的時候 自己問一個問題 有的時候 PO在那邊一個月 沒有人買理你 對不對 那但有的時候呢 你如果PO了一個問題 然後自己開掉一個分身的想法 去回答它 然後回答一個很爛的答案 很錯誤的答案 這樣子所有專家都會跳出來 然後說 這個你搞錯了 這樣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缺口 就是光的入口 那所以有的時候呢 我們在自己在寫這些 共筆文件的時候呢 他會故意打錯字 然後呢 他會故意引用一些這個 錯誤的資料 然後呢就會很厲害的跑出來說 不是這樣子 這個一定是這樣子 我說 太厲害了 然後我們社群又多一個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有的時候就是要不完美 因為你如果太完美的話 沒有人想要 就交你當朋友啊 可能就大神啊 然後去做自己的事情啊 那所以就是說 要在這個不完美的情況下 你才有可能真的去認識人 那所以這個時候 就會取一個名字 就很重要 那舉例來講 像我們自己的那個辦公室 就是所謂的PITES 就是公共數位創新空間 我們是在行政院裡面 成立一個辦公室 那這個呢 他們並沒有算過筆劃 英文也沒有算筆劃 但是他們是說 我們在搜尋引擎裡面 去盡可能找 然後找出來說這個字 它出現的字數最少 所以我們這樣子 一退出之後呢 別人打這個字 就一定可以找到我們 那有時候取得很棒 很雄裝威武的名字 可是讓大家都已經在用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就很難被找到 那取了一個名字 讓別人容易被找到 別人找到你了 那當然就會問你問題 那像我有一個平台 叫做Wise Like 那在上面呢 所有人 就是同學們啊 這個記者啊 國內國外的朋友啊 都可以問我問題 隨便問什麼 然後呢 我問的問題 琳琅滿座 我從這個非常學術性的問題 像什麼VR的什麼 升學光學參數啊 什麼設定 到非常莫名其妙的問題 像唐鳳琳 胖不怕鬼 都有 然後所有的問題呢 我在各14小時之內呢 一定就是盡力而去回答他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有一個直接溝通的管道 那我通常不會做什麼 我不會說 這個問題別人問過了 或者說我也不會說 這個問題其實你Google就有了啊 這個你去Google 為什麼要來問我呢 因為這些問題其實都只是 別人想要彼此認識的一個借口而已 這個問題本身不是重點 因為你如果是說 你去看書就好 你就是說 你人跟人不要建立關係 你去跟書建立關係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 人跟人之間這個 怎麼講 混結 這個連結就斷裂掉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斷開之後呢 那你之後再去找別人 那這樣子你的社群又少了一個人 所以剛剛就是我講的每一個技巧 都是在說 我們怎麼樣在這個社群裡面 把我們做每一件事 這樣的每一句滑落的每一個影 都做什麼 我們叫做social object 就是社會物件 社會物件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大家可以繞著這個說話 我們如果拍一張照片 如果只是寫一張紙 我給你 就只有我跟兩個人 你跟兩個人可以對話 但是我如果PO到YouTube上 我如果PO到Facebook上 我PO到什麼地方 那幾十個人 幾千人幾萬個人 都可以繞著他 去做有意義的討論 那同樣的我們是把 好比像中央政府的預算 好比像說所有的這個國家的發展政策 所有這些東西每一個每一筆 每一筆給他一個網址 這樣子大家就可以繞著這個網址 對這一筆預算的 這一個月的執行進度去進行討論 而不是說國家總預算 600頁的PDF 然後在Facebook上面PO一封說 這個請看第四代 第六十七月第二段 我要發表意見 沒有人要理你 所以就是說 對每一個小東西給他一個網址 然後讓大家能夠繞著他的討論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跟這個反面就是說 你去看五百頁的PDF 請絕對不要這樣做 因為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沒有溝通的意願 那當然等到大家找到了 這樣子一個共同社會物件 可能就會有一個同好 有一個小圈圈 開始討論國家某個政策 或者開始討論你們社區的某個政策之類 那這個時候呢 外面就會開始酸 在台灣這個非常非常常見 就會說這是取暖 自害啊 小圈圈啊 什麼東西啊 那但是呢 這個東西呢其實大家要想一下 就是說我們每次要做一個重大的 政策中要決定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像是爬一個很高的山 是像峰頂一樣的 因為基本上就是沒有人做過的事情嘛 我們就是要做很多很多的實驗 那這個時候呢 你在爬山之前 大家會做火堆啊 取暖啊 自害啊 小圈圈啊 不要少看這個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個東西在團體心理學上面 叫做 就是Basic Assumption Group 就是基本假設的群體 如果不是大家先有取暖 自害小圈圈的這個 互相支援這個概念的話 你其實不要說爬山 人到一半就已經凍死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蠻重要的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當然你不免就會看到別人 唉 做了一些事情 唉 好像哪裡怪怪的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批評它 那但是呢 你可以挑PH值比較低的方式 你也可以挑PH值比較高的方式 那PH值比較低的方式 那PH值比較低的方式的結果呢 就是別人呢 一開始對你就覺得這個 就是來酸的嘛 那就是你不管批評什麼 別人都不會理你 那這個時候呢 我通常的這個建議是這樣子的 所以說你先不要管它 講得怎麼樣 你先肯定它這個價值 就是說你講這件事情的價值上面 沒有什麼問題 舉例來講 像當時那個 波爾大地震的時候 我們當時就發現說 他們就是聯合國 然後是智慧要送東西進去的時候 他們在Google Map上 跟在Apple Map上面 其實都看不到那邊的地圖 因為除了加德滿都市附近之外 其實他們的那個 Google街景車都沒有開到 所以這樣子 人道救援的東西很難送進去 但是呢 在地震那個第一時間 那個衛星的土資 就對全民開放 就開放出來 所以呢 當時呢我們台灣很多 沒有跟國際的朋友 大概兩千多人 就組織起來 每一個人去認領 這個裡面的一箱小塊 然後呢 去裡面標什麼呢 標建築物跟標道路 我們第24小時的時間裡面 標了所有地震前的道路跟建築物 然後呢 接下來圖資進來之後 我們又花了24小時 去標所有地震後的道路跟建築物 這樣的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就是說 我們過了48小時 就有這樣非常完整的路網 就出現了 然後你就知道說 哪些道路本來地震前是有的 現在斷掉了 哪些本來沒有建築物的 現在開始有難民 有在哪邊群聚 那這個時候聯合國跟黃絲會進去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用正確的道路 把物資送到正確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就是 全世界大概兩三千個的朋友 在第一時間去做出來的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有一位之前 在莫拉克風災的時候 曾經參與過的 另外一位專家的一位朋友 那記者就訪問他 然後說 對這樣子的協作的這個概念怎麼看 然後他就說 其實我們在莫拉克的時候有一個經驗 就是說裡面會有很多來亂的 然後有很多不專業的 他應該只讓專業的人來做 那用從不專業來做這個圖資呢 這個可能會造成私利器當調 真的可以相信嗎 什麼之類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當然可能不免要批評他 可是我不免要批評他的方式 並不是讓他丟臉 並不是去酸他 並不是去跟他吵架 都不是 而是說 我很肯定你的這個想要保持正確性的這個價值 但是呢 你的腦裡面的這個快取 大家知道什麼叫快取嗎 就是瀏覽器 你看過一個網站 那那個網站呢 有時候你斷寫 但你還是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因為印點裡面有留一份 這個網站的一個拷貝叫做快取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有些網站快取沒有設定好 這個網站明明已經改版了 但是呢 你的瀏覽器看到的時候還留在昨天的 或前天的這個狀態 所以呢 我就會跟這位朋友說 這個你腦裡有快取 可能是停在莫拉克風災的時候 可能是八年以前的狀態 那在當時呢 確實啊 也沒有什麼雲端技術啊 然後呢 也很多來亂的人 我們也沒有人工智慧 然後去幫忙篩檢 可是我們現在都有這些技術 所以你要不要稍微再看一下 目前實際的狀態 就是欠一下快取 去看一下實際的狀態 欸這個時候呢 他就很受教 就很願意來公開檢討 公開這個查出 啊對不起 我也不知道現在已經演化到這樣子了 那我一開始如果是酸胎的話 其實沒有人會理我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就是用這種方式 保持有養是這樣很重要的 那這樣時候呢 當然呢 並不是大家都這麼有養 反過來講 很多人會這樣不客氣 大家都會這個 用各種各樣的方式 做很酸的批評 即使他講十句話裡面 有九句話都是酸 都是人生攻擊 都怎樣 你還是可以從裡面 學到哪一句話 哪一句話也許對你們是有幫助 另外九句 就當作沒有看到 那這個東西 就是我的一個個人的興趣啊 叫做擁抱小白 就是Troll Hugging 那就是擁抱楚啊 現在據說 小白年輕人已經很少用了 就是那個擁抱中二 擁抱楚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人來你的社群 然後他PO了一堆非常中二的東西 然後呢 他九句話 都是非常超中二的 但是呢 有一句話呢 你可以用來做比較的建設性的解釋 他可能來也不是這個意思 你可以莫名其妙把他讀成很有建設性的 那你那裡有九句話就不要理他 然後你就專門的回那一句話說 非常感謝你的貢獻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之類之類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 因為中二啊 楚啊 小白啊 這些朋友 就是在現實世界裡面 就是沒有人給他安慰啊 擁抱啊 對不對 那所以呢他才會想要到那個網路上面呢 去淘汰嘛 那 那淘汰也淘汰 那至少就是稍微酸一下 讓別人有這個負面的反應 也算是一種淘汰啊 對不對 那但是呢 你透過螢幕看到這個東西 根本吃不飽 所以那他隔天醒來 又覺得很空虛 那覺得很空虛 就只好再去亂 那他再去亂的面 就再罵他 他又覺得受到好像有吃飽一點點 可是像這次的食物嘛 沒有營養嘛 所以他隔天醒來又很空虛 然後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在這個循環裡面 我們要怎麼打破這個循環 就是說 你就是把他裡面 十分之一的那句話 把建設性的那句話 就好好的去回答 他當作一個人類這樣子來對待 然後就是說 那這個非常感謝你的貢獻 我們這個社群 有什麼進步之類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會學到說 原來我這個有貢獻的 有建設性的東西 別人才會理我 別的東西都沒有辦法得到 他想要得到那種注意力 那這樣的話呢 一次兩次三次 他就會願意去用 比較有建設性的方式 去說話這樣 那所以說呢 我想這個演講也接近到最後了 我就想說 這裡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因為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就是大家能夠彼此傾聽 有時候我們要做的 並不是急著去發言 如果在網路上面大家站穩 就是說 他不知道你看到一篇文章 你可能還沒有看完 你就開始回心說 這個超爛的 什麼什麼之類 那然後呢 等到你回完之後呢 別人看到了十秒鐘之內 他也來給你看完 他就回 那這樣子你來一往 莫名其妙就會吵起來 可是如果你現在說 他比較說我接下來 一小時的時間裡面 你隨便打多少字 我都不回 然後我一定看完 看完再回 對方打到大概第15分鐘 他就可以吵不起來了 因為根本沒有什麼好吵的 就是說你現在充分的聽他要想什麼 然後再說 你要做什麼 那這個東西裡面 這張就比較窄了 就是說如果有寫過瀏覽器 或者是有寫過伺服器的資訊科系的朋友 可能知道說我們用瀏覽器和伺服器 在溝通的時候 我們用了一個協定叫做HTTP 那HTTP叫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去跟一個伺服器 去要一個網頁的時候 他可能給你五種不同的回音 他可能給你一開頭的100 他的意思是說 繼續繼續講 我還能聽 他可能給你200 二開頭的 二的意思是說 我聽到了我覺得你的意思是什麼 那他可能給你三開頭的 三開頭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300或301 意思是說 你講的這句話 可能不是那麼適合跟我講 你去跟別人講 或參考別的東西 那到這裡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大家有時候呢 去上某些網頁的時候 會看到四開頭的 像404 404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東西是你的錯 就是你跟我要一個我沒有東西 你亂來 那有時候會看到五開頭的 五開頭是什麼 是我的錯 就是我當掉了 我爛掉了 這是我的錯 很抱歉 那我們在人跟人之間相處的時候 就是盡量用前三種 請你繼續說 我聽到你的意思是什麼 這件事情可能少是講 比較適合 那就不要急著去分說 是你的錯 還是我的錯去道歉 因為你道歉就是說 你不用繼續講下去了 那你就是分出對錯了 那這樣子的過程之中 大家就會越來越有同理性 越來越能夠去了解 這邊身處的這個地方是什麼 越來越能夠看到 彼此是為了什麼 來講出這句話 那之前呢 在早期做開源的時候呢 常常有個迷思啦 就是說在開源裡面做出成績的 都是一些大神 什麼大大 什麼Linus 啊 這些人 那當然的確有些人 在某個方向很厲害 像Linus The Lots 他做Linus這套系統 Git這套系統 確實他是偉大的城市設計師 可是呢 他設計logo呢 超爛的 他完全不會設計logo 他視覺設計差不多是幼稚園的程度 對社會的人來做這件事情 也就是 保持一個謙虛的概念 因為 這樣子你才能夠選到 別人做事情的方法 那再舉一個例子 話比像說 我們有一個 叫做臨時政府 G0V 的這樣一個 這個非組織 那這個 這個非組織的這個概念 就是我們每個月去聚會 然後我們又開打一個 政府的網站不順眼 話比像說 環保署 env.gov.taiwan 然後我們覺得 他的這個顯示什麼 有問題之類的 我們就會自己 寫一個網站 叫env.g0V.taiwan 所以你也不用 你也不用寄我們的網址是什麼 你反正就是看哪一個政府網站不順眼 你把all改成零 就會跑到 就是G0V的網站去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是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想像說 政府還可以用怎麼樣更好的方式 來提供大家服務 可是呢這些很會寫程式的人呢 跟Lunz 頭髮子一樣 在設計logo上面呢 是完全的 這個幼稚園程度 那這個是G0V一開始的那個logo 我相信在場的每一個朋友 設計出來都比這個好看 你要設計得比這個醜呢 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反正的話 但他們都會用力氣 所以在G0V第一次辦活動的時候呢 那兩個城市設計師 就是完全不怕丟臉 就把這個映塵那個海報紙 然後就貼在中研院的牆上 然後就說 這是臨時政府的黑客送這樣子 然後在場呢就有一位設計師 吳一文 一文武 那他這個設計師呢 就坐在那邊 他渾身不舒服 他看到這個牌吧 就是 那是哪裡來的牌 就沒有動力這樣子 然後呢 所以他就在Facebook上說 我今天如果不寫說 會更好 做出一個更好的logo的話 我今天不只一整天沒有生產品 他回去他會做噩夢 那這個東西就叫做 一張圖忍怒設計師 然後他在忍怒的時候呢 他就花了一整天 然後就花了一個比較好的logo出來 你就看你一眼我一眼還有投票 就不錯嘛 那個這個東西呢 他也拋棄到著作權 所以今天我們就看說 在手機上面呢 中間那個owner會不會看成Q 然後我還要為了這個特例去注射 去Q1點台灣 因為沒有人打錯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呢 又有朋友再次改進 再次改進 連標準字啊連什麼都做出來 所以到最後就長這樣 欸這樣就很漂亮啊 但是呢 如果不是一開始有兩個 完全不會設計logo的人 完全不怕丟臉 把這個東西貼出來 忍怒設計師的話 我們今天就不會有這麼好看的logo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具體的例子 就是說你越不怕丟臉 這個越會有人來幫忙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不管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 不管是這個賞臉的能量還是打臉的能量 都是能量 那只要是能量就可以使用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保持謙虛 然後讓各種各樣子的人都可以加入 而且是在彼此尊重的情況之下 給一個安全的空間 然後欣賞大家不同的協作的方式 那這個概念我們在社會學上面 叫做intersectionality 就是結構交織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每個人都是 某些身份上面的強勢 好比像說你會讀寫 你會網路 這個就已經是一個強勢了 可是每個人在某些身份上面 可能都是一些弱勢 好比像說我小時候先進行心臟病 我不能運動 那我就是在肢體方面我就是弱勢 那每個人只要用自己弱勢那一部分的經驗 你就可以去同理別人在你強勢的地方 得弱勢的經驗 那這樣子的話呢 大家才會彼此之間有同理性 因為如果大家都是用強勢的經驗去PK 然後說這個我很厲害 我要跟你拚第一名 那當然就只有極少數的人是winner 其他人都不算 但是如果反過來是說我用我弱勢的方式去看說 但是我在強勢 我能不能幫別人在我強勢 他們弱的地方什麼的話 這樣子這個結構才有可能交織在一起 所以說當然在開源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是自己也會擔一些責任 那責任當然可以讓我們進步 那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要負責任是有非常多技巧的 舉例來講我每天在睡前都會把每封Email都回完 這叫Inbox Zero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每天醒來的時候 我才能夠處理新的事情 那再取一個例子來講說 話比上說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會播半小時的鬧鐘 那這半小時的鬧鐘 我就不處理任何其他事情 我就將你處理這一件事情 這叫番茄鐘 有各種各樣的這種工作上面的技巧 可以讓大家把承諾別人要做的事情 全部都做到 但這只是個人嘛 但事實上呢 絕大部分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說 其實一個人他是不可能做那麼久的 絕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在參與一個開源章案的時候 可能只能撐最多五年左右的時間 接下來你就會有別的興趣 你會有別的狀態 也許就結婚了 也許就開始有小孩了之類的 所以另外一盤的狀況是說 不然你再講 你在那個過程裡面 就是要搞清楚說 你這件事情怎麼做 然後讓別人學會 也是不斷交接這個概念 那我在新建議員裡面 我們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做的每一個決定 做的每一個紀錄 所有這些東西 我都非常非常地清楚地 它寫在網路平台上面 大家在網路上面 每次都可以看到我十天之前 開的所有的圍的竹子稿 我不管是怎麼做判斷 做跨步會協調 怎麼掉資料 所有這些東西 在網路上全部都看得到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哪一天我不做這個位子 別人要做這個位子 他這個接棒就不會掉了 就不需要說 我跟他在交接 再講了半年 然後可能他也不一定聽得懂 大家都可以像是跟我一起當 證委員這樣子的方式 來學習說 證委員這個是 我也到底要怎麼幫 其實為什麼 我常常別人問我說 什麼是數位證委 數位證委 就是不只一位證委 那不只一位證委的意思就是說 我只是第一個 來做這件事情 協調的事情 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看這個紀錄 去當第二位 第三位 第一位 第一位 所以說這是一個循環 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當然這個方法就要放下來 這是非常自然的過程 沒有任何事情是必須要在 一個人的生命的過程裡面完成的 那重點是說 欸這個 這一生結束的時候 你留下哪些東西 讓別人可以接棒 然後繼續去做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就是我們叫做 就是我們最後會留下來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在彼此心中 被記得的那個樣子 除了這個之外 沒有什麼別的東西會留下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不管做任何的事情 我們就是自己去學 學了之後馬上就分享 然後再學再分享 那這個不管是在科學界 在技術界 在創意 在記憶 所有的 所有的只要是人類的文明 都是這樣子 那張璇也有一句歌詞 這個我們不在左右 只在彼此其中 就是說 我們不管參加哪一個社群 都有點像是 彼此的分靈體 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說 我們會記得說 這個人在這個社群 五年前十年前 做過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去把他的 正在做的這件事情 把它接下去 所以最後呢 就是在做太陽工作的時候 就是要保持快樂的心情 那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因為樂趣的關係 這是唯一不會消滅的東西 常常有人問我說 我是不是出於使命啊 出於這個一時的熱情啊 出於什麼 豪名其妙的責任感啊 來跑去當政務委員 都不是 我是出於興趣 當政務委員 我是很喜歡學 人跟政府怎麼溝通 政府跟民間怎麼溝通 跨部門怎麼溝通 我就覺得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每一天的這個興趣 是一樣的 或甚至是更多的 那如果是一時的熱情的話 那其實 可能不動應 就燃燒掉了 那所以這個不斷地保持 樂趣的這個東西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是樂趣的 也是平衡產生的 就像剛剛講的 你先需要有一個很 穩固的結構 有一個社群 社群之間呢 不同的專長的人 彼此之間有一些連帶 你在這個連帶的情況下 你又有興趣 你才能用新的角度去看世界 然後才能夠做出 有趣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樂趣 給我們的力量 讓我們可以創造出 就是偉大的事物 那當然 就是社群就是像一個金字塔 就是說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就是別人看到 有維基白客 有這麼大的東西 有Linux 有Firefox 大家圍過來 然後變成一個創造的一個社群 那但是就是 我們說這個生命短暫 藝術長存 那到最後 會留下來的東西 就是我們一起相處的這個過程 那所以說 Linux.bots 這個他寫過一個叫做 GIT的版本公式系統 這個是GIT的LOGO 絕對不是他做的 他絕對不會寫畫LOGO 但這個LOGO我覺得很棒 就是說 他就表示說 不但是我們這些做開發的人 彼此之間有連帶 我們跟外界社會也有連帶 我們不是自己做爽的 我們所有做這些開源的東西 是為了解決社會上實際的問題 去照顧那些我們曾經在弱勢的時候 現在我們比較有能力了 然後呢能夠去照顧 就是社會上實際的需求 那GIT呢 有四個這個基本的指令 那這基本的指令 我當時在學的時候是這樣子 就是說呢 首先我們在面對一個問題 想要解決社會上一個需求的時候呢 最怕的就是自己這個憑空去想 所以我們就要先接受新的事實 這個事實 世界上不管是怎麼樣 我們就是邀請他去分享這個事實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跟我們腦裡 我們腦裡如果有些快取 是屬於舊時代的快取 我們就把它清掉 然後呢就去接受這個新時代 已經是這樣子 我們就是去面對這個新的事實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去想說 有哪些事情是我們 切實馬上就可以做的 我不需要依賴你們 我就可以做的 那這個包含嘴靠在內 就是說你照片員做 也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 就是去處理它 但最後呢 是要放下它 為什麼是要放下它呢 因為等到你把這個東西 發表出去之後 它就不是你自己的 如果你一直去執著說 你五年前做了什麼 十年前做了什麼 的話 其實就很難做出新的創造來 所以說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當然很極端地拋棄掉 全部的著作權殺傷權的原因 但是不管你想要保留 哪些程度的權利 我覺得這個放下說 這個是我的東西 這樣子才能夠讓別人 跟你一起進來創造 好 那我想今天 就大概先演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棒 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啊 有 有 好不好 好 我真的來上一課 真的很好 那個 你記得他叫他 他不喜歡人家叫他這麼 謝謝 他不喜歡真的不喜歡 我剛才講了很多次 但是他還是不喜歡 可是我還是在講 因為出去我可能會罵 因為他不是我長官 請記得他 你們大概 我從小到大沒有看過 官員有這麼 這麼活潑的演講 非常不一樣 我相信校長跟宇貝的老師們 大概都會這樣 那 這麼我們就 我們接下來先請 我們校長 還有我們執行長 跟唐孟偉 直接就沙發就做 那因為我們都很隨興 所以執行長 跟我講說我們就不要這麼約束 我們兩個就直接串長 那很抱歉 因為我們那個主持人 我們把你們棒子接過來 那現在就請我們 校長 我們政委 然後執行長 我們就是以 比較不拘束的這種 形態 然後各位同學 你們如果有任何想發問的問題 時間有限 真的非常難得 那你們就盡量提出來 那接下來就是把棒子交給我們 是 OK 沒有 我延續剛才講的 我在中山演歌過幾個 幾個時候 號稱校級的傑出教學獎 但是我 再怎麼厲害 一般三百個人 大概會睡了10%到20%來 還是有會睡 這樣去年很厲害 倒過來的是大概百分之八十都睡著 那老師還在一直叫 交道圈幫你走逛了 這兩個 這兩個 我來到那兩個人說 為什麼要搬兩個人 為什麼不走 你走的我就是一個啊 所以兩個 最後兩個 報告正人 報告正人 剛才我回頭看 沒有 大概不到一趴 八個歲 那一下子又被 唐鳳 唐鳳 那個幽默的 那個小孩 都醒起來 不容易啊 你給自己鼓鼓掌啊 你們幾乎全程參與 謝謝 幾乎大概最後一排 幾個 大概有給你們 晚上報告去哪裡 你看看現在 還叫不醒 有沒有辦法 讓他睡 順便拿一個棉被給他 好不好 那我們就開始 今天的Q&A吧 真的 我上課的時候 醫療學生趴著我都叫他 不要 不要那個 我也不會來進化科技史 去冬天的時候拿棉被給他 然後睡好一點 那下面再弄個盆子 因為他要第一口水 好吧 開始 開始還 不一樣的那個 怎麼樣 我們是 有一些議題要談嗎 開放 還是你來談 是 因為網路上面 我剛剛是在裡面提 我在演講裡面請 可能會串插回的 我就已經串插回了 那因為剛剛看起來 還有大概四個 這個call in的朋友 我在演講裡面 也沒有講到的 所以我就先快速念一下那四個問題 然後 就看這個 就是校長會這邊 有沒有什麼想要補充的 然後我就先盡可能 就是以我的經驗去為 那 有一名這個 這個 高達酒票的朋友 說 這個 請問對網路霸凌有什麼看法 這個 如果碰到網路霸凌的話 這個有沒有什麼建議 我在 當政務委員的第零天 就是上班前一天 那個 我就去找了我的一位同事聊天 那就是 錦森振偉 那錦森振偉呢 他就是 張錦森振偉 他之前在網路上面呢 有一段時間呢 這個有接受到 很多朋友的問候 對 那所以他就覺得呢 想必是我們所有政務委員裡面 最有經驗的 然後呢 錦森振偉他就分享了一個概念給我 他說是這樣子 他就是把它看成精神上面的按摩 為什麼是精神上面的按摩呢 他就是 按的時候會痠啊 然後呢 你如果去這個 硬去看他 你就更痠 而且會痛 說不定經常會這個 我覺得有問題 那所以呢 你就放鬆 放鬆呢 這個按的時候還是會痠 還是會痛 但是呢 你按完之後呢 你就鬆開了 他比上說如果他做了什麼措施 然後別人這樣子網路按摩一下他 按摩之後呢 他就乖乖道歉嘛 對不對 他也有道歉嘛 他道歉之後 他以後就不會再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他整個人就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所以呢 他就覺得手邊這樣子按完是有鬆開的感覺 所以呢 我是覺得說 對 我自己也是可以把它當作一種 就是精神上面的按摩來看待了 那但是呢 我覺得想要另外特別強調就是說 雖然被霸凌的人 他也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自己去緩解 但是旁觀的人 他不應該去加油添足 我們在做網路霸凌研究的時候 就會發現是說 其實霸凌的那個人 跟被霸凌的那個人 就好像抽煙 二手煙的那個傷害 其實是比較重的 大部分的影響的人 是那些旁觀的 他就會覺得說 被霸凌別人沒有問題 霸凌別人是OK的 霸凌別人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那這樣子才會慢慢變成 一個文化上面的一個污染 那所以後來呢 像我之前在蘋果他們顧問的時候 不是我們這一組 但是有別的組的同事 他們就發展出了一個符號 這個符號是一個眼睛 然後有一個對話框 等於一個對話框 但是我們有一個眼球 那你在iPhone上面 就可以直接按那個表情符號 就可以輸入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在看 就是說 這件事情 不是只是你們兩個人的事情 我在看這是霸凌 這個不 這樣不可以 這樣子 那大家就發現說 你只要這樣子發出 這樣子一個訊息說 欸 我在看喔 這樣子 就好像我們在街上 看到有人在罵一個人 在欺負一個人 你就要拿出手機 你也不需要真的拍 你有一個想要拍的那個手勢 那也許事實際上 你是在抓破給夢吧 你不是真的在拍他 那也是 事實上那個人就會很熟練 就會覺得說 喔 對喔 這是公公公明前 不能這樣子亂來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蠻重要的 然後另外一個 這個13票同票的朋友 問說 為什麼學校規定 每班要有兩個人發問 如果不懂想發問 自然會發問 這為什麼沒辦法回來 題目問出來 答案就出來了 古董就代表已經結束了 所以就沒有這個規定了 好 我們就直接解決這個問題 那一些開源的社群 有人想要推薦 其實你可以去找 Google一個叫做 台灣開放軟硬體社群地圖 這個地圖 它就是有所有的軟硬體的社群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一個 八票的朋友問說 這個當遇到尖銳的問題的時候 內心的想法是什麼 其實我想法很簡單 就是說 第一個這個我沒有什麼過離心 事實上早就無所謂了 所以就是說 它不管怎麼攻擊我 我就是在想我可以從中間學到什麼 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真的它揭露了新的資訊 我本來沒有的 我如果 有任何一絲絲一毛毛這種 它有提出資訊 我本來沒有的 我就感謝它 提供這個資訊 分享它的想法 分享它的行為 很神奇的 它就罵不下去了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就會變成說 原來這樣子才能夠獲得注意力 是這樣子 然後其實就差不多了 最後一個是說 有股票的朋友說 當周遭的人都交棒到你身上 但是能力實力不足的情況下 你是接到了不屬於自己的棒子 但是還是會受到極端的套擊 該怎麼處理 這件事情當然我們執政團隊 每一天都在碰到 但是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每個人自己很誠實 我覺得很誠實 我就是懂這些 那好比像說 我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好了 之前大家會希望我幫忙協調 電子競技選手 它到底算是一種體育呢 還是一種運動呢 還是一種什麼東西呢 到底是為什麼付費款 這問題已經吵了六年了 可能超過 從韓國那時候開始推 已經吵了十年了 對不對 在台灣的那個中央體系裡面 一直沒有一個答案 那後來我開了兩次會 加上一次工廷會 三次會 等於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可是我解決方法是什麼呢 是說 我不懂產業 我真的不懂 所以產業不要找我 那就是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 一開始就說 我真的不懂嘛 那不懂的部分不要找我 那我懂什麼呢 我懂教育 我懂數位文化 所以我就是請教育部的文化部過來 然後大家一起去想說 電競 它如果不是體育 那可不可以算治愈 然後突然直接教育會說 對啊 好像是治愈 對 它如果不能算是一個運動 它能不能算是一門技藝 就是技術、藝術 他說對嘛 好像是技藝 那技藝有錦標賽嘛 對不對 那錦標賽可不可以學校加分 好像可以 那如果它是一門技藝文化 文化部那個圍棋選手 然後又可以輸入比賽 又可以當替代一 對不對 那它能不能變成電競文化 推廣者 也去當替代一 那文化部想像 好像沒有不可言的理由 那這件事就解決了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 我在中間都沒有做自己的 一定要從上網下印壓的判斷 相反的 我是做什麼呢 我把我們工廳推的組織稿 PO在八卦版 PO在LL版 PO在PTT上面 然後問網友說 有沒有什麼建議 然後網友就會提出 說威奇是這樣做的 韓國是這樣做的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把八卦版的留言 唸出來給這些部位的朋友聽 然後說 這個你看網路上的朋友 是這樣講的 說你如果已經容許 學校開電競專門學程 或者是專班的話 那網友 比如說Peter Jackson 這位PTT上網友就說 那這樣子的話 這件事就不酷了 就不是一個叛逆文化了 它就是教育的一部分 那他覺得說 這個電競專班的學生 可能哪一天就會說 我打電競打得太累了 我要看輸來輸呀 那所以 對 然後我號部的朋友一聽 就覺得說 對 這樣子有道理 那我們開放也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這件事情就解決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擅長的東西 就坦白承認不擅長 那不擅長的東西 你就是開放出來 然後網路上再按提一件 那到最後 就是會有比較好的結果 那你大概先回答到這邊 謝謝 現場還有沒有人同學 隨便都可以問 這邊沒有設任何的題目 你們 難得看到這麼open的演講者 其實你們也要open 因為你們更年輕耶 你們比他更年輕耶 有沒有 隨便問 剛才的第二題不要管他 那個沒有設計 哪一班要幾個的 現在真的是open 有嗎? 不過老師也可以 我想問一個小問題 因為我看剛才唐鳳在演講的時候 其實你在網路的世界裡頭 不只看到一些 現在的一些問題 你也加入了很多人生的體驗 我有一點好奇 為什麼你年紀這麼輕 會有這麼深的體驗 而且你講錯的話 這個演講的東西 如果照著我們老師來講 下面大概會睡死 因為那個就是講佛學 講人生大理 可是被你講起來 就不會這樣壞 你有真心的體驗到那壞嗎 是不是跟我們分享些東西 可以啊 其實這個也跟這個 後來我回答完之後 也有朋友 這個也有go in的 其實是非常非常一樣的事情 就是說也有一位朋友說 其實我不想這樣子 這樣子先綜合回答 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的成長經驗比較特別 我小時候是前面性成長期當病嘛 那所以當然後來也不可能去當病 那在小時候其實連跑步啊 連運動都沒有辦法 然後呢我在四五歲以前呢 其實我就一直很記得那個 就是醫生會說啊 這個你要先活到四歲才能開刀啊 然後呢開刀也不一定活下來啊之類的 所以其實就是從到十二歲的為止 開刀就是把身體治好為止 我一直都是有一種 可能我就是睡覺了 然後明天就醒不來的 的這種覺悟啦 大概是這樣 那你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其實會有一種驅動力是覺得說 如果某件事情覺得說 你明天再做 可能就沒有明天了 那如果某件事情也 這個晚上寫好 這個你不分享出去 其實那別人也不會把你拿回事 這樣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一種 比較特別的情況之下 就是每天都當作 最後一天來過的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確實是花了很多力氣去 去想說我每天怎麼樣 最善用的那一天 然後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就不會去計較那個一時的成敗 因為好不像我現在做一件事情 然後我十年之後可以賺大錢 可是我已經活不到十年之後 所以我十年之後賺大錢 到底什麼意義 完全沒有意義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就會想說 那我可以留下來什麼 那其實像美洲的印第安人 有一個講法是說 你做一件事情 你要去享受期待之後 你的後代 整個地球的後代 就我們都不在了 人類都已經去火星了 那個時候 這個對那個時候的人 有什麼益處 對那時候的環境 有什麼益處 那你如果做的事情 對那個時候的還有益處 這個就是實在的事情 那你如果做這件事情 對期待之後的 這個人類環境 都沒有益處 那個就是虛的事情 那個事情 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那所以這樣子的 比較長情的這樣子的價值 我覺得就會讓我 在可能比較短的生命過程裡面 但是還是想不上多事 那大家採訪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唐宗君主打一下 謝謝 謝謝 非常不容易 不過這個 這個應該是非常特殊的一個 還有嗎 我 我 終於有人了 來來 請請 這個都不用報名字 因為我們這邊 姓名犬可以放棄 肖像犬也放棄 對 我看到那個 您有 您要說 您的專長部位 會教育很大 因為我是學校老師 今天在機場 打過照片 那我是想請教說 因為現在高等教育 甚至其實中等教育 也是一樣 那個少子化功能 那 要怎麼樣 尤其是 以文科大來講 我們 更艱鉅 那我先講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說 我覺得 是不是大學可以不要設入學的門檻限制 因為 我們為什麼要同一班的人 都是18、19歲 剛活動畢業 我在美國教書的時候 我有教過那個老奶奶 來上個雷神理學 然後呢 就一根很熟 那我的看法 說 當你開放 類似像 現在中小學又 那個 提倡那個混零 班年 那混零的時候呢 大得就變大小 所以剛剛那個 黃老師有講到 說 上課 在睡覺 說今天如果有一個 四五十歲 跟他們父親一樣的 的人 來 他每次上課都第一個到 然後坐中間 然後一直跟老師在討論 那後面呢 就會警惕說 哇 那個跟我爸一樣的 已經那麼認真的 有些會思考的 就 就繼續 就會那個 比較低 那其他的 繼續睡的時候 沒關係他你繼續睡啊 如果別人是這樣子的話 這是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但是因為 我也是很 教育裡面 最底層的一個老師而已 那因為你們在中央的話 是不是有趕快考慮 那這樣 我們沒有少指望問題 因為 台灣還是押兩千三百萬 在我們的 副職輩那邊 有些是因為 時代 他們當年 那個大學員考完 陸續率只有二三十 他沒有機會去上大學 可是他已經 繞了一圈 工作成就回來 他再回來 他再回來的話呢 會比較好 而且對老師也有底力 因為老師呢 底下都十七八九個歲 我怎麼講 你怎麼信 我隨便講 他也不曉得 錯 所以我在上課的時候 都會鼓勵學人 用Google 你看老師講的沒有錯 不過如果講一個話 有看見 無疑的眼神 如果你趕快Google 看我有沒有亂講 而且呢 如果挑出我的錯的話 就加分這樣 那這是我的個人看法 然後再麻煩您 幫我解釋 我就快速回應一下 確實我在加入 政務團隊之前 本來的 是在那個 新人員國教 就是新的課當 那個課程發展 我們會服務 那所以現在當然已經不在課發會了 所以我其實很難 就是在具體的教育政策去做評論 因為我已經不是委員了 但是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我很同意你的想法 因為其實我十四歲 載學之後 有一位朋友 Call in說我國中到底有沒有拿到畢業證書 那個有拿到畢業證書 我只是沒有去學校而已 因為當時有一個校長對我很好 他希望這個我還是可以拿到至少國中畢業證書 所以我雖然最後一年半完全這個 除了連月考都沒有去 完全沒有去 在這個情況下 他最後還是拿畢業證書給我 再一聲的謝謝 就是杜衛平校長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在沒有去學校的那段時間裡面 我其實只是沒有去國中而已 我還是有去旁邊的就是政治大學 也是有去研究所 也有同事課 什麼都有上 然後確實也是混零年班 因為研究所也都是二十二三歲的朋友 二十三是波士班 然後就有一個很莫名其妙的事物 然後混進來 那就是旁聽生 但是因為其實教授 第一個教授真的對我很好 就是沒有覺得說是來鬧的 雖然我一開始真的是有點來鬧的 但是第二個是說 其實學校真的 別的學生會被刺激到 就是他會覺得說 跟他背景完全不一樣 年齡也不一樣 但是對這個學會是有興趣的 那這樣子的話 有不同生命經驗 我覺得那個diversity 就是那個多用的話 我覺得它確實會讓課程是有幫助 這是我個人經營 那另外一個想要分享的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做 所謂的跨校尋領學院 那我其實一天到晚都在錄這種VR的課程 那VR的課程就是說 你可能戴著一個眼鏡 或者是在一個360環狀的螢幕裡面 你可能還戴著手套 那它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平常的模課室 就是那種二維的那種課程 其實你大部分只能講一些學術上的道理 或者是一些 就是一些比較是知識型的課程 那可是像就是怎麼養魚啊 怎麼做菜啊 所有這些操作型的東西 它真的是需要比較類似VR 這樣子的環境才能體會到 那VR有一個特性 什麼特性呢 就是你一個教室裡面可以放一萬人 你完全沒有那個問題 那之前我們在MIA裡面有試過 就是好像要怎麼講喜劇 一個喜劇演員 那就用來好像六千人 那六千人裡面呢 因為是虛擬的空間嘛 我們就六個人 六個人給他一間教室 然後呢 就有一千個虛擬的教室 然後呢 然後每個人進去旁邊就是五個同學 然後才去看同一個老師在那邊講話 然後這五個人中間還是可以彼此交談 然後當然是會每個人是跨國的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就一方面又有操作的這個能力 然後一方面你又可以保留 有小半智能的精神 那老師要怎麼回答學生問題 就是看這種扣印的這種方式 那我覺得說 未來越來越多 只要平衡是夠的 這樣子的教學會 會越來越變得主流 那這樣它就不但是年齡 它可能是你講中文 然後即使自動翻成西班牙文出去 這樣子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 對小子的話 我覺得都是我們需要因應的方向 大家在那邊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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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有學生代表嗎 還是 來 來 請 謝謝 要不要麥克風給他一下 第一個麥克風 太遠了 刚才我们的唐凤在说按摩是抒压的时候 我看到你后面那也有人在按摩抒压 不错 至少没有睡着 我想问一下 有些人会对于虚拟世界会有那种错觉感 就是对于虚拟世界的朋友才是朋友 这对于现实世界才是 都不是朋友的那种感 你们有什么看法 好问题 一个好问题 果然是对二次元有所了解的参与 没有回答 我想这样子讲 我一面也回答另外一位call in 的问题 就是说有一位朋友call in 说 我连肖像权都放弃 那这样子别人拿我讲的话 或我做的事情 然后贴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说是他自己做的 难道我不会在意吗 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一起回答的 大家可能有听过有一个歌手 叫做初音未来 然后初音未来他 这个非常的有名 我看在场应该高达八成的人听过 初音未来他就没有这个人 然后但他完全是合成的 那虽然呢 不要说肖像权了 他不能主张任何东西 他连就是自然人的这个基本地位都没有 可是你不会看到很多人 就是对初音未来有就是攻击性的 或者是乱搞的 或者是骚扰或什么东西 大家都是真的爱音乐的人 才会去用初音未来去做歌曲 去做这个东西 然后去认识彼此 然后这个创作片 大家认识彼此的这个方式 那所以说其实 其实那个ACG啊 或者是二次元的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因为我以前刚刚上网的时候 我们当时网路速度非常慢 我们只能打字 我们连那个连到线上游戏 都是不是看到一扇门 也不是看到一扇窗 不是一行字说你看到了一扇门 它是红色的 对不对 这是一次元 所以对我来讲 二次元的文化已经 从一次元这个已经是有所扩展 那当然我们现在进入VR 慢慢会进入三次元 那等到你在三次元的世界里面 碰到人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跟现实世界 碰到人是越来越像的啦 那所以说我自己长期来看是乐观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频款不够 所以我们还是只能用 大家的一些二次元的投影 来认识一次 然后等到你认识久 就会发现说 什么三次元的好像怪怪的 我不是很奇怪 那但是呢 随着大家以后慢慢的在360度 在VR的这些环境里面 那那个东西就跟我们 现实世界三次元比较像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才 就是用操作取向的 跟视觉抽象取向的 慢慢才会结在一起 拜拜 谢谢 谢谢 很重要 所以我们可能时间好像 还是要有限制 因为飞机有办事 不能放弃 放弃时间 那个 那个 好吧 再多谈一点 来 这位学生好 请 我问的是说 不是有些人对于现实 虚拟世界的朋友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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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所谓的虚拟世界的朋友 你的意思是说 是他的相片 他哪个字 跟他这个朋友 都不是吗 还说他连转世界的人 都不是那机器人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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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听懂你的意思 就是说 网友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从来没有听过面 然后也从来没有 这个互动过 那这个互动是隔着荧幕 或者隔着网路 甚至是一个虚拟游戏里面的 某个账号 或者是什么之类 我有理解错你的意思吗 就是说 你说的网友的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 面对面没有见过面的人 对吗 可以这样理解 但我要讲的是说 他之所以跟现实世界 我们这样子面对面的 习惯不一样 他是因为 我们目前在网路上面 其实都有一点像是 怎么讲 犯残身心障碍的这个状况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载具 我们的平台的限制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不能看到 完整的彼此 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 彼此的一个 一个侧面 一个投影 答了几个字 几句话 一个虚拟人物 什么之类的 但是那并不是因为 网路本身 跟现实世界有什么不一样 那是因为网路 目前的这些载具 它只能呈现现实世界的一个 很小的切面 那所以当你习惯去认识 这个很小的切面的时候 当然就不习惯 有些人会不习惯 去这样子面对面的 然后去认识自己身边的朋友 去做聆听 或者是去就是 一起坐在一起 或者是一起爬山 一起做什么事情 但是因为我 我投入MIR比较早 所以说其实 我在MIR里面 交的朋友 其实我们就是彼此是 我是建模嘛 就是把自己那个 用照片拍起来 所以你看到我里面的脸 就是我真的那个脸 我讲话的时候 嘴也是会动 然后我这个就是拥抱啊 我甚至还可以在MIR里 跳舞啊 所有这些互动 它跟我们真实世界 就现在比较像 那当然现在还是只有 视觉跟听觉 我们可以完整地带进去 那但是触觉 嗅觉还没办法 可是这些都是技术问题 我们等到 等到触觉跟嗅觉 都可以带进去的那一天 其实你在网络上面 交朋友 就跟在现实世界照片 它差不多 然后等到你在网络 真的见面的时候 你也不会觉得说 啊这个这个被骗了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说你不会有一种 你不会有一种说 这个落差太大的状况 就是说你在里面 看到的样子 就是它真实世界 实际的样子 那在此之前 我当然理解说 一次元 到三次元 一直看字 你要补上这个人的 这个所有这些东西 它是靠一个脑补的 这个过程嘛 那我们说这个脑补 脑补大补 脑补最补 就是说你补上那个东西 一定跟它实际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但是随着 我们在网络上面 越来越多 你可以透过视讯 可以透过高频繁的 这个360 或这些东西 你去认识这样子 人的时候 就不太需要脑补 那我觉得这个是整个 网络社会 网络时代 慢慢要经历一个过程 像Facebook本来有直播之前 你认识人的方法是看 他引了神的名言 在玩哪个游戏 或者什么之类 可能慢慢有了直播之后 你就可以从他的角度去看世界 你对你的朋友的认识就不一样了 那未来VR 360直播这些进去之后 你认识的世界 就越来越靠近他实际的那个世界 我讲的不要这个意思 谢谢 我可以说 我谢谢你 非常棒 你可以稍微补充一点点吗 我个人针对这个议题 因为去看法就是说 实体跟虚拟 这个两个世界 是同步都要从事的 因为虚拟这个世界 已经占据我们的生活 太多的时间 大部分都在用这些云端 在沟通交友 分享或者串流 那刚才的所谓的演讲里头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他很多很风趣的说法里头 是教导我们不要去霸凌人家 也要去应付霸凌人 甚至很技术的 非常智慧的去处理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那一块虚拟的事情 你还是可以经理得很好 可是他并没有说 强调说人跟人的尸体的 这个接触这边的机会是要放掉 所以已经虚拟没有办法去 去避免了 因为现在现今的社会科技已经变得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两边都有可能 都要紧密 好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 那位同学 最后一个 我不知道刚才是哪位举手 不是 你是你 你又穿外套了是吧 好 我变装一下 那政委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关于性别平权的这个问题 就是政府 我们政府对性别平权 它已经在有所作为 并且24号打算就开始 最后两场的第一场公平位 可是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说 新的人权进步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那我们因此要为这个人权的进步 让它放缓或者是我们要等待 我想请问政委 您对这个第二场的人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们调解过非常多 误会之间对这种就是价值之间的冲突 那我通常我们看到最后就发现说 其实两边在意的东西 其实并不是真的无法冲突的 然后其实大家可能就是同一个词 它的解读不一样 然后就造成很多问题 你讲了这个东西 其实并不是行政院做的 它是立法院不仅在讨论一个过程 那我按照行政轮理 我不能够说立法院做的怎么样 那个我绝对不可以讲 但是我可以讲什么呢 我可以讲说 因为我自己 我是我阿嬷带的 我阿嬷是涉陆岗人 然后她从小就是心田主教 然后也有受洗 然后就是完全就是基督徒这样子 那所以我跟我阿嬷会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其实我自己觉得 就是我阿嬷的教友们 她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是大家随便结婚 那这个跟同心念一切也没有关系 就是说随便结婚 然后也不知道婚姻是除了权利之外 是有义务的 然后莫名其妙就离婚 离婚之后呢 这个有小孩的话小孩很惨 没有小孩的话家人很惨 当然都很惨 然后呢 那在这种情况下 她会觉得是说 现在这个就是婚姻这个东西 已经越来越不越吻重了 那你如果再去推一些东西 让婚姻就是更更不稳定 就是更不稳定的话 她觉得很担心 可是你说这个东西 你跟性别品权到底有没有冲突 没有冲突啊 本来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前 就应该去了解 这个东西它不但是国家给你特别的权益 是民法不能约束的 而且还有义务 这些义务也不是你签一个鞋 可以抛弃的 那太多人是说 你一时这个非常非常的冲分头 或是旁边家长给你压力 不知道有这些权利义务 莫名其妙就变成配偶 那在这个配偶的情况之下 后来这个发现不合了 或怎么样 又发现婚姻原来是不能单方接触的 然后就开始衍生各种各样的麻烦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两方能够做的事情 或者这多方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都去肯定彼此的价值 本来就应该要有一段长久的关系 才进入配偶的关系 然后同样的性别平均也是很重要的价值 这两个价值并没有互相冲突 这是我想这样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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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然是他想的时间差不多到我们 可能要送我们 唐鳳 还有位 好 所以飞机一天叫他等我们吗 好 好 我有听说就是国中就要开始学程式语言 这样增加一个科目 这样不会增加他们的压力吗 国中的阶段不是应该就是要先探索自己的兴趣 对理解 所以在程式语言我们在课发会的想法是 它现在是跟英语一样是一种必要的外语 但是这样子的必要的外语 它当然并不是花非常多结束下去 而是说我们在讲 好不想说科技融入教学 所以这些过程里面 我们把一些设计的概念带进去 所以你不管学什么科目 你都是用电脑辅助教学 因为你在未来本来就是 大部分事情不是人手算 大部分事情都是电脑在做 所以你不可能不融入教学 但是如果你不会一点点基本程式的想法 你不知道怎么叫电脑去做事情 你就只能手动做 那手动做是非常浪费力气 而且在未来你出社会的时候是不用到你的技术 所以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是这样讲 那时数也并没有很多 大概是这样 然后线上有朋友说 就是说既然是开放式提问 这个从我开始回来 又多出非常多这些东西 那要怎么办 那我具体的告诉个 我在飞机上 这个在飞机正式起飞之前 还可以上网的过程里 我会用线上会复合方式 在同一个界面里面 然后去回每一个问题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让我们做谈这个尾声 由我们王校长代表我们彭科大 资政感谢状跟小的纪念品 给我们谭森伟 那今天的做谈判很高兴 各位的茶几局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再一次谢谢我们谭森伟 谢谢大家